大家好 我是北京南派武术院的孙海顺 今天呢 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先天无极弓当中的无极庄的练法 也叫进宫 进宫是什么呢 进宫主要就是我们原来称之为叫无极庄 类似无极庄的这种装法 这个装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直三顶三顶 保持外山河的生法 本阶段的教学内容呢 可以帮助学员矫正身形 使骨正筋柔 气血流通 身体通常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请我们的模特 先给展示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孙海顺 这位呢是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南派武术院优秀的 张老师 张老师呢 是我们的这个模特 长期的模特 为什么 他已经啊 练了无极庄 曾经一天 四到八个小时 坚持了八年 可以说这个无极庄的功夫 相当的实验 相当的实验 所以我们今天请张老师来跟我们做无极庄的演练的模特 无极庄呢 是太极庄 是太极庄内功练习的第一步 非常之重要 也是我们南派双阳太极功 相当重要的功法之一 它是无极庄的进功 后面还有一个动功 就是十三式 今天呢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无极庄的分段练习 无极庄的要求 是一直三顶三顿 两脚五肩同宽 在这种状态上实现一种 自我反观内照 自我觉察的这种练习 第一步 是两脚蜂蜜与肩同宽 这个两脚蜂蜜与肩同宽 它的标准是什么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就是肩颈穴跟涌泉穴要一以贯穿 什么叫一以贯穿 这个地方穿一根棍穿到涌泉 这个地方穿一根棍穿到涌泉 左穿左又穿右不要交叉 穿上 这个就叫一以贯穿 如果这样的话 你看我这么推它 推不动 验证呢 这么推它推不动 这么推 推不动 如果对方侧过来 还有一种验证方式 贯穿 你看我这个手 点上这个 点上这个尖 我点在那尖 往哪尖 往那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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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解采 折了 你看我点上小鸟 那尖 就出去了 就这么轻轻的一点 这就是一种检验 我们咱俩练装 站得最不对 请个朋友检验一下 点着你的大怪尖尖 对面的这个位置 往它尖 这个尖窝 这个位置 往它的 有往他的脚跟一找,你看,没点上,为什么,我一找他一搓就出去了 没找穿,没站队,站队快穿,快穿,哎,对了,你看,我这么一点,他反弹过来了,这确实有反弹了力 不要看使劲,你又拿了,你要拿他肯定站不住,就是一点,哎,对,就是一点,这一点,他就有反弹了,这就说明他两脚站阵,两脚站阵的目的,是不是坚定涌拳,坚定涌拳,有这么一样,你知道,像边一样,或者像那样的,就像柱子的,圆桶的边, 他有个边界,这地方要须啊,这个气,最后都归到中脉,最后归到干边,最后下来 啊,归中,怎么归中,手上须中,所以,这么一站,永泉,监警,两立发现,这个地方就叫须中,你胸口就须了,这个胸口,中道,须出来,这么一条路径的轨迹边界都出来 里面的轨迹在哪? 这就是我们的中脉,你的轨迹 MATNET. 我们的汉松八卖程度最主要就是为了松控自娱套,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有没有,我那么一点,你看,你看行不行,没有呀,你看 firsthand,丢了,丢了,监警抓找井杀 哎?接着找用勒 接着找勒勒 你看 看我 嘿 点没有 什么没有 你们要往上上上 我说没找 没找 啊 接着 点那边推 点往上 找不滚点,那是零点 找什么? 这是没找,没找 一推就走 所以这一点非常明显 只要你找着,坚定 只要你找着,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都不动 这点不动,因为你的东西都大了 你穿了一会儿,睡了一会儿 不找,不找 你别看我站着,实际上各不都不稳 你别看我站着,实际上各不都不稳 你别看我说,稳吧 上次稳吧 再推 你倒了 所以为什么太习啊,站住啊 不讲你四平大法呢 四平大法,实际上不稳 你站着四平大法呢 你觉得挺稳 你看,就这个地方,你找你放倒的时候 你看,出去了 这不用使劲了 但是你站里面的什么 坚定找好永泉 坚定找好永泉 对,你看 我这个里面找你放倒的时候 很乱了 大家试一试摇 一找就放倒的时候 哎,这不对,刚才出去了 没找着了,永泉下去 哎,对了对了,下去 有点下去 再,一找就放倒的时候 你看,差出来了 啊,所以这个很重要 你找就碰倒的时候 你看,就不行了 丢了 怎么回事呢,好 两脚不够,一块一块,看到没 差了半只脚 所以说,你看 大家注意一下,就差这一点 就差这一点 你看,你看 有了,找不上 你看,哎,有了 哎,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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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故意丢了 撕一下,歪一下 断了吗 一找动脚不上去 还有吗 对 啊,所以这 两个脚非常重要 与肩同宽 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啊 两脚与肩同宽 不是随便便说的 最后这 两脚与肩同宽 练出什么呢 练出两股劲 这好像这个泳拳啊 跟肩颈通着呢 还有两个柜似的 像个两扇门啊 人啊 手是两扇门啊 门轴在哪儿 门轴就在肩颈和泳泉 这是门轴 你现在推我一说 他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上面开 你看你看 我不是这上面在动 比如说我推走的时候 大家都说推走 对不对 我理解的时候 不是这个在动 不是这个在动 啊 这个在动 但是实际是什么 肩颈 泳泉 这个轴在动 他推门吧 我给你推 你看吧 你看 看吧 看吧 对吧 你推我给你啪开吧 推我给你打开吧 推我给你打开吧 不就完了吗 不是手段拨的对吧 你不是说电关就是 哎 哎 哎 拨了不动 看吧 这就是我们的玩法 啊 最后站了 站到这个份上 站到什么地方啊 那一站一步一站 大家先去找别的 练功夫啊 简单 专注 小不好 就找坚定有钱 先找点 先把两脚与肩同块 这句话呢 坚定有钱找的 这跟肘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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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嗯 这让我这把肘门开 我这把肘门 他推的 我就看了 这个把肘门还能动呢 你看 这把肘门还能动呢 这不都两扇 手是两扇门呢 手是两扇门呢 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 不是的 他就是个门板 门轴就在这 所以你开也好 合也好 你打拳手 开也好 什么 这个轴很重要 手动的时候 手动的时候 这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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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肘都动了 对不对 这个肘都动了 都是这个肘 上下相随 太经常讲的 上下相随 怎么上下相随 上下相随 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 就是肩经涌拳一条线 变成肘 你上下相随就有了 不让你上下相随 你手一动 你看 手一动 这个地方一动 脚心就跟着转 能够杀相随吗 他能够杀相随吗 这一句话 不是说我们要杀相随 你想着我动 你想着我动手 动手 再动脚 不叫相随 先动手再动脚 不叫相随 那怎么叫相随 那怎么叫相随呢 对不对 这个轴出来 你同时动 同时动 叫一动 无有不动 一进 无有不进 这就是玩法 大家呢 在站这两个装的时候 看这用法是什么呢 有什么作用 轻气上升 灼气下升 水归堂光 石归大厂 把你的各方面的东西都摆正高 这是很重要的 把你中间一条道挂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基本功 这是它的作用 好处 比如说你这个人头有点晕 头晕啊 这个内气逆气 冲上来了 哎呀头晕咕咕的 对不对 那你站着一个床 肩顶 一朝泳前 哎呀你看 这个气球下来了 这气球下来了 这下来了 哎呀头顶 你头就会轻量很多 比如说你胸口啊 发梦呢 哎呀等等 只要上半身 过于沉着 过于厚 过于浊 哎 气逆上行呢 通过站着装 它都能下去 都能下去 都能下去 有点浮肿的 身上有点水大 比较重的浮肿的 通过脸上 啊 头宠跟猪头似的 是吧 哎 它都能下去 哎 通过这种方式 啊 所以这个装的用处很大 叫清浊风轻 对不对 浊者入地 轻者上天 啊 这个装 第一步 要什么呢 叫 两脚 与肩同宽 平行开 平行开 站在一条水平线上 这就是要求 好 我们今天呢 重新来复习一下啊 复习一下 咱们这个无极装 的第一步 开脚 两脚 两脚 与肩同宽 两脚与肩同宽 膝盖微躯 啊 肩颈和涌拳 贯穿如一条线 这就是第一步的练法 可以练一段时间 然后对他的检验是什么呢 是对这个 永泉穴 就是肩颈穴 附近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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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窝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窝上 肩窝上 肩颈穴 肩颈穴那一块 啊 在肩颈穴那一块 按压了哪 想着这个指头啊 摸到他的脚铺 只要你摸到脚铺 只要你摸到脚铺 就摸到脚铺 你就摸到脚铺 你都摸到脚铺 摸到脚铺 你看 再这么说 站对了 就丢掉 对了 肚子鼓一点 啊 你就还站在脚铺 对吗 你看 摸到脚铺 再摸到脚铺 站在脚铺 验尖一下 啊 大脚铺 大脚 对不对 你觉得站在脚铺 对不对 你摸到脚铺 我给你看看 他站在脚铺 站不稳了 所以你别觉得 马虎好像比我们这个 无极包稳 实际上无极包最稳 那 站的并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 低 但是非常非常的稳 啊 好 这就是对他的验证 作用呢 作用呢 作用就是 轻浊风轻 中外有的道化出来 所谓呢 轻气上升 浊气下沉 石归大川 水归汤光 可救各位 啊 身体如果气机比较乱 或者说什么呢 热气上涌 或者被含壁住了等等 反正只要气机混乱的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让气机各救各位 这是他的用处 最后他的玩法 他的玩法实际上有什么呢 你这个地方 跟这个脚 犹如一个轴 他一动 你看他这 比如一动这个球的时候 你这个轴动 这个轴动 哎一动这个球 对吧 你看我这边 一动这个轴 不要这个轴动 这个轴动 这个轴顶 哎 对 是吧 这个轴 你看玩 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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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怎么手啊 怎么办 这个轴 这个轴 整个轴 抓 轴 我就 你看他 那种手臂时间 你看 我就可以 他根本都踩不动 但是你要 你要轴动 轴动 轴动 小心 哎 搭 你去玩 他就玩 哎 你搭手 你折了 你折了 你折了不行 那你这乐不呀 你看这乐不呀 你这乐不呀 这一转 叫手是两扇门 全给你脚打人 对吧 这两扇门怎么开的 比如说双方 推这么轴 推这么轴 更简单的 你推嘛 你开这个门 开这个门 你开这个门 我就开这个门 我这个是轴啊 你推我门 门轴转 我不是这个地方走 你推 不是这个地方走 不是这个地方走 你看好多人都走 走到这个地方走 是真恶恶的地方走 然后 门轴 门轴再转 你说你推我门 门轴 门轴还动 你就可以玩了 你就可以玩了 对吧 这个地方 这个尖 尖底 你看 这个尖底 这个尖底 这个泳泉 往这边转 这个尖底 这个尖底 也往这边转 你看 这是两个轴 两个轴 两个轴 不是一个轴 不是 你看 这两个中间是松的 这两个中间是磨的 你看 你看 这是这样的 你看看 这两个轴 这两个轴 它不是说一个轴 它不是这个 它不是中间这一个轴 不是这个 这个你就别死了 这个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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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轴 哎 那手都按下什么 你推它 我这门是你推太阳 而不是我手在扑了它 你不是我手在扑了它 哎呀 扑了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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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就这了 大家都可以玩一玩 手是两个下门 修行在各人 哎 推手也行 推手这一推 这一推 你不管你手都是假的 你不要在这儿毛上的手法 扑了它 不动了 不动怎么办呢 肩颈 拥拳 一条线 轴断了 轴断了 你不是那边想着手 手不能动 手一动都给它 手一动都给它办 手不动 扑了它 哎呀 累怎么累 谢谢你啊 看你的拐柜 扑了它 所以我们 站了这第一个 在太极里面就够用了 哪里可以推手玩 单推手 单推手 这到边啥 这到边啥 这个动吗 这个动吗 这个也动 这个你看 这第一动 这俩同时你看 这个轴 控制我这个扇 这扇 这扇胸口就会动 后来这个轴啊 它不断控手 还控松呢 这个轴控制我 这扇胸口往里开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轴这样转 胸口往里开 这个 这样转 手呢 顺着这个 往这样抬 手这样抬 这样抬 就这样抬 就这样抬 所以呢 所以单约到这个 两个轴都转了 它两个轴都转了 它不是说一个轴转 它不是说一个轴 它就是一个主轴 推到这样抬 你看 会不会跟蹬一下 跟蹬一下 我好多人到这个地方走 就别人憋死了 你别人往这边推我 你往这边推我 你往这边不行了 你往这边推我为什么还行 我为什么还是不拉到这边来 如果你以中间位走大 知道吗 如果你以中间位走 它这么推我 的话 我要往这边画 是不是等于顶了 明白吗 你推一下 我以中间 在顶上 都怎么会画这个 这个轴 这个还有一个轴啊 明白吗 听懂吗 他说推你 我推你 这是一个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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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下轴 我一推一个轴 这个轴转 这个轴转 带动这个轴转 再轴转 再轴 再轴 这是啥轴子 刷手 所以干凭手就可以用 嗯 掉手 哎 停动手 你没转过来 你还要动手 你看 我也想动手 你看 是不是拿轴了 不要动手 手搁来轴 轆轴 轆轴 轴轴 这个轴轴轴轴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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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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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单推手,抓一个,啊,对,一定要转,这个转,中轴没转,所以知道练得很习惯吗,对不对,中轴怎么转,因为他没练,他没教他,他不知道,这两条轴,这样这条轴,三条轴就出来了, 起来,力气就出来了,对方很难可以拉,所以你推的时候就退 这个手,推住这个手,推住这个手,这个手这是搭取,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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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这个手 这个手摸到这个手,摸在这平手,摸在这平手这么星的 他怎么没转 他为什么没转呢 因为摸着的东西 他想转转的也要好 这就是后面的玩法 但是如果就我要使将军 他就好玩 他就开始了 哎呀你看 他就把我弄弄了 但我不使将军啊 我不是将军啊 我帮你揉将军 我帮你揉将军了 我使将军就快好了 你越是将军 越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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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就是 两脚与肩同宽的 玩法 好 那今天咱们讲到这 下次我跟张老师 再跟大家来讲下一步 头 先讲脚 再讲头 我们一个关键一个问题 一个部位就会讲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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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